一切都不論,殺人總是最大的罪惡 無論經濟多麼發達,南韓光州事件都要平反 台灣的228事件也要平反 所以對於曾蔭權在立法會議事廳上的言論 我們泛民主派的同事非常憤慨 亦是這次會期第一次集體獲勾,議事抗議 希望各位傳媒的朋友清楚了解 我們是為相同而團結 在大是大非面前,絕不含糊 今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可以在這裏預告一定是人多 這亦是過去一段時間,不論是內地也好,香港也好,海外也好 有些人企圖通過種種的言辭,為六四降溫,全部都是心勞日絕,徒勞無功 其實,換個角度來看,我們應該多謝好像陳一鶴,曾蔭權之流 原來兩個人的IQ智商都是差不多的 但我還不多謝曾蔭權和陳一鶴 其實吳靠爾問的問題,是很簡單的問題 她一開始已經講清楚,是問她和她原則和她良心的問題 可能因為,真是不容許是,這些雙兩分是厭缺的 又沒有良心,又沒有原則 所以她答的時候,她就說是代表一般香港人 我覺得最難頂就是一般香港人 所以我六四今次會用非一般人的心情去出席 她不能夠代表我 我希望大家知道,六四事件其實也是當年 由壓力團體發展變成支聯會 將所有壓力團體的成員統籌在一起 為一個國家發生的,一個我們認為不能接受的流血事件 而這個事件一直延長延續了二十年 其實大家看到這些二十年裏面 無論是遊行、燭光晚會 那個有道的人,以至無道的人 其實都是記念著這件事 也可以看到每一次 有些人嘗試公開地為六四事件去塗脂抹粉 都是失敗的,都是會換來市民輿論的反擊 即是我看不到曾蔭英權今天說這一番說話 是反映到香港人內心的想法 更加不能夠說她可以代表香港人 代表我們去說香港人是這樣看六四 到今時今日 各位一批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 因為不滿行政長官曾蔭英權 在答問大會上說她自己對於六四事件的看法 是代表香港一般人的意見 所以離場抗議 她們表示震驚和憤怒 她們要求曾蔭英權公開收回 說自己代表民意的言論 並公開向市民道歉 她們亦呼籲市民參加今年的六四燭光晚會 表達自己的意見 我們看直播看到這裏 現在先休息一會 回來會看其他新聞 待會見